丫頭,由你發號施令 開始 沒事 丫頭, 你又有話要說 你不要殺他 盧某已經如他所願 給他一個保命的機會 奈何他太不濟蝕, 與人無由 如果你要殺, 就先殺我 但你本來答應過不殺我 如果你殺了我的話 你就是然而無信 盧某有言在善 丫頭你想逼盧某反口食言 你這個丫頭很會詭辯 嚴賭服輸, 你殺了我 不行, 你要殺他, 就先殺我 沒有一個狼情妾兒 你連自己的命都可以不要 你護住那個夫君 你大哥並非我夫君 不過他的手根是因我而斷 而此雪崖, 你心意已決 龍某定是一個現義無信之人 身為一個劍下, 連劍都拿不穩 要靠一個女子開口代他求饒 如此窩囊, 又何難免 苟且偷生, 被死更痛苦 連大哥 你別管我, 我說應該死 求死也有何難 求生自是最困難之事 連大哥你何必為了一個 無相干的人而消沉 連大哥本來是劍術高招 只能和人比劍有差池 以至有手斷手根 如今他和你一樣, 都是有手柴決之人 技不如人, 只能手根被人挑脫 總有何顏面, 苟且偷生 身為一個男人, 連命都不能自保 要靠一個女子開口代他求饒 如此窩囊, 又何難免 李大哥 方兒 李大哥 你又要上路嗎? 是 如果你是趕著去投靠你百負 我送你一程 不必 路外說得對 苟且偷生, 被死更痛苦 他這個怪人說的話毫無道理可言 風言風語, 何必放在心上 風言風語, 也有他的道理 路外說得對 身為這個劍俠 連自己的劍也插不住 他確實是了無生趣 身為一個男人 連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偷生有何用 蓮大哥 你放心, 我不是自尋短見 我是要拜盧外為師 學他的左手劍法 拜盧外為師? 是, 既然天意要我遇到他 就是要我學他的左手劍法 他拜一個想殺你的人為師 你瘋了嗎? 師未拜成, 你已經死在他劍下 師父, 我留下你的殘命 又有何用 我這次有仇 會令我連做一個尋上的農夫也不可以 若然我拜盧外為師 學他的左手劍法 我就可以重新做一個劍下 若然死在劍下 也不必是一個了斷 這次一變 不知道再有機會再見 師父, 拜託, 拜託 經過連日來的長途拔洩 我們終於來到大良城愛了 不知道大良城到底下不下後呢 你怎麼不直接送公主進城 你還可以等人接 禮儀相應當如此 我已命人進城通報 我們駐紮在此 相信信靈君很快就會來迎接公主 公主呢 鴻大哥 怎麼一個人出來 前面就是大良城 入城容易出城了 你放心 我答應你 我一定會安全帶你離開 漢大哥, 為甚麼不趁我們進城之前離開呢 因為我一定要偷到老公秘羅 老公秘羅真的這麼重要 本來來到大娘之前 善兒還可以安慰自己, 苦口常怨 但如今, 大娘城已經在眼前 我真是很怕一進去 善兒的命運就凶多吉少 就算這隻老虎也好 我也不會讓那個老虎打你去 一拿到老公秘羅, 我們就馬上走 但如今萬一… 沒有但是, 沒有如今萬一 你相信我, 我答應你的事 我一定會做得到 漢大哥 他就是信靈君 他不是信靈君 他是信靈君報下, 萧毅亡 下夫人, 韓將軍 要各位狗猴請見 這位移表非凡的年輕壯士 定必是傳聞之中武藝精湛的 韓少龍將軍 千萬別說壞事 韓將軍都聽過很多關於順靈君 你的威水事 今天見到你, 實在太開心了 阿夫人, 別來無恙吧 我信靈君幸福, 一切安好 上次一別, 轉眼又時隔半年 這次再見夫人, 似乎清減了 是嗎 夫人這次來到大娘 在下一定會請夫人到我府中 好好地聚咎一番 信靈君一向待客都品質如歸 這次公主大婚 又要打擾信府的安寧 在下奉大王之名 已經在府中別院準備了上訪 在公主大婚之前 招呼各位上賓 和社妹平原夫人兩母子 何以不見平原夫人 她有點不舒服 她的兒子陪著她就快來 這一串是她寫給你的 裡面已經寫得很清楚了 長途拔屍, 致是勞淚不堪 遠途有勞兩位 照顧社妹兩母子 千萬別這麼說… 韓將軍